另外一件事情是真的 你这两天就可以 你这个新浪的博客的首页可以查得到 北京的图书大厦 日文书下架 日本的翻译书下架 对 而且不只是这样 而且是也不准出版 暂时不准出版跟日本有关的书 可是这个是违反出版规律的 因为全世界都不是这样 比如说你知道最近日本最火的书 都是关于中国的书 然后美国在打伊拉克阿富汗的时候 美国最畅销的书 都是讲中东史的书 为什么 因为就算那个是你的敌人 对你才要研究 你才要研究他嘛 那我们现在是反着来 因为那是我们敌人 我们不要研究他 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难过在那里 我不知道什么 就我们做的这个行业 不管怎么样跟教育有关 在德国人占青岛的时候 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拜托 你想想 马克思主义 德国人啊 德国在侵略我们的地方啊 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 一百年过去了 今天跟日本也有摩擦 还那个倒的情况还没搞清楚的 把日文书全撤掉 而且这是 这不是个人行为哦 这是图书大厦哦 这不是马克思营业园没文化 这个 我觉得这太可怕